好,那我們要來看什麼叫做可數不可數 那當然這個跟機率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跟機率的基礎公理那邊是有關的 因為有很多機率的書會告訴你說 不可數的部分,什麼叫測度論 然後他就為了要把這個0到1或者是一個時數區間 做一個很完美的數學模型描述 那所以就會去告訴你這個 但是事實上他跟機率這一門課比較沒有關係的 但是他在電腦裡面這個領域裡面 有一個課跟他非常有關係的 各位學過離散數學了嗎? 離散數學還沒 離散數學還沒 離散數學有可能會講到這種時數可不可數的問題 那再來的話呢,另外有一門比較高等的課叫做計算理論 這門課往往要念到碩士博士才會修道 我們系上基本上沒開 那計算理論裡面 因爲時數不可數這種證明對角證法是很重要 因爲他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證明其他的東西 我記得我好像在這門課裡面有跟各位談到那個 禮法師悖論的嗎? 不是,那應該是維基分 ㄟ,維基分的時候我有沒有跟各位談過禮法師悖論 有嗎?有一個禮法師 他宣稱要為所有 就是說在某一個世界裡面 那個是禮法師也是那個世界的人 有一個禮法師他宣稱要為這個世界上所有 不自己裡頭髮的人裡頭髮 但是他不為任何一個自己裡頭髮的人裡頭髮 請問他做得到嗎? 這個是羅素提出來的 禮法師悖論 各位覺得他做得到嗎? 那答案是他做不到 為什麼呢? 所有人都沒有問題 他自己 他如果幫自己領頭髮 那他就問一個自己裡頭髮的人領頭髮 那他就沒有做到他所說的 他如果不幫自己裡頭髮 那他就缺了一個 他也沒做到自己所說的 所以他要不要為自己裡 就陷入了一個兩難的情況 那這種就是 就是用矛盾正法 那矛盾這個詞也是同樣 在數學裡面是很重要的 那矛盾這個詞其實在 在成語上面就是有個故事 對不對? 各位應該都知道矛盾的故事 就是有一個人他賣矛又賣盾 然後他拿起自己的盾呢 就說這是全世界最堅固的盾 什麼矛都刺不穿 然後呢 他又拿起自己的矛說 這是全世界最鋒利的矛 什麼盾都刺得穿 那旁邊的一個客人就問他說 那請問如果用你的矛 視體的盾會怎麼樣呢? 那那個賣矛盾的人就說不出話 那同樣的這就是矛盾的由來 那我們如果想要證明一件事情不可能 我們就可以用矛盾證法 那基本上對角論證法 也就是一種矛盾證法 他先說 假如時數 譬如說我想證明0到1之間的時數 是可以數的 我想 我想先假設 他可以數 然後我再認證說他不能 那我就找出一個矛盾就好 OK 那怎麼認證0到1之間的時數 假設如果他可以數 那我應該可以把它列出來 從1號、2號、3號一直列 列到無窮多號 那至少我能夠有一個列舉方法 把它列出來 如果0到1之間的時數可以數 但是當我把它列出來之後呢 這裡就是我們矛盾開始的地方 如果我做一個數字 他的數字的第一位呢 一個時數 0到1之間的時數 他的數字的第一位 跟你的第一位不一樣 譬如說你5我就4 你1我就0 你4我就3 這樣子 跟你 每一個斜對角上的這一位都不一樣 那由於時數的那個後面尾數 是無限長 時數後面尾數是無限長 那這樣子我每一位都跟你 的 的 對應的那個對角線上的那一位不一樣 那我這個數字是不是就不在你裡面 那既然我這個數字不在你裡面 那我就 找到了你沒數到的那一個 所以 0到1之間的時數是不可數 無限大 好這是Countour的證明 那這個叫對角證明 OK 所以呢 當這種不可數的情況 連連續的情況 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積分 因為積分是一門探討連續的 空間的函數 那離散數學就是探討這種 不連續空間的函數 那所以呢 我們 我們在這裡 就是 累加分配函數上面 就會用Sigma和積分來表示 好 那這裡 稍微回顧一下 就是 我們看過了 今天看到的離散和連續的概念 然後機率密度函數的概念 那要請各位記得的是 隨機變數 不是個變數 它是個函數 OK 它是把樣本空間裡面的元素 映射到某個數值的函數 OK 好 那這裡有一些例子 像直通板 正面印射到1 反面印射到0 那這些 那兩個通板呢 它樣本空間就會是 2的28 那就 如果S這個隨機變數 是屬正的數量 正面的數量 那就 就正正就會印射到2 然後正反反正都會印射到1 那反反就會印射到0 好 那 這些 都是 隨機變數的翻譯 但是 今天我們的重點 不在於隨機變數 我們今天要來看的重點是 機率分布 那機率分布 我這邊期望值 我打算把它放到後面這批講 因為 機望值 我想 還是跟動插生存函數一起講好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就 先直接看機率分布 好 那機率分布 這點就比較重要了 所以 我們好像下下週 下下 還有三週 就是 這週完 還有三週 是啟動好 對 大概 兩週嗎 是幾號 11月4號 4號這週嘛 對不對 OK 對 就是 還有兩週 然後第三週期中考 第三週期中考 對 那也就是說我們 除了今天以外 還會上兩次 也就連今天三次 那 原則上 期中考的部分 我們 應該 至少會把機率的部分整理考完 那 統計的部分如果沒有考 就 OK 移到 那個 期中考之後 那 我 我們希望說呢 考試 以這門課而言 我希望考試往前移一週 也就是 30號就考 30號就考 那 就是剩兩週 就是下週 我就考試了 那 考完6號 我們來檢討考卷 OK 所以請注意 期中考的時間 那 待會我在社團 稍微公佈一下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看的是 各種 機率分布 那 這也就是 期中考的重點 好 所有的離散機率分布 都跟一個東西有關 就是 活努力試驗 所以 這個是 是一個很簡單 但是重要的概念 那 像二項分布 幾何分布 副二項分布 副瓦松分布 通通都是從 柏努力試驗而來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 柏努力試驗 那 後面有兩個 一個是 均勻分布 和常態分布 這個都是連續型的分布 那 事實上 它跟 二項分布也有關 就是 因為它 中央極限定理的關係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在機率統計裡面 這個分布代表什麼意義 在機率統計裡面會有一些常見模式 這種常見的模式就稱為機率分布 那 在程式設計的時候 如果各位 有 常常看程式設計的書 其實有一個 很著名的書叫做 Design Pattern 設計模式 那這個 Design Pattern這本書 我印象中在 大概2000年左右 或1997年出現 那 後來它變成 一門 一門 程式設計裡面 算是值領域的東西 那 也就是說 它把程式設計的一些常用到的物件樣式 然後 然後歸納之後呢 就 告訴大家說 唉唷 這種模式 這種模式 那當你 程式設計做到很強的時候 你就 可能會 有一天 你要主導整個大型的專案 那你要主導整個大型的專案之後 你們就必須要有 所謂的架構設計師 架構設計師 就需要很懂這種設計模式 然後你再去 說 OK我整個程式 我到底要分成什麼樣的物件 每一個物件 採用什麼樣的模式來設計 OK 那這種 這種就是 呃 程式領域的設計模式 但是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機率統計領域的設計模式 就是機率分布 那機率分布裡面呢 就有離散型和連續型 那我們從離散型開始 因為離散型比較簡單 那連續型比較困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離散型的最基礎 這個國努力試驗 他基本上也算是個分布 那只是他很簡單 那什麼叫國努力試驗呢 就是 任何一個只有兩種可能結果的試驗 就稱為國努力試驗 這個兩種可能結果 我可以用 用S S是這個階級變數嗎 他把樣本空間裡面的一個項目呢 印射到0或1 那如果S等1的機率是P 而S等0的機率當然就是E-T 那這種試驗就稱為國努力試驗 OK 那國努力試驗 非常非常簡單 但是他可以描述的東西其實很多 舉個例子 國努力試驗都是一種Yes, No 就是要嘛就是要嘛就不是 所以1按0 那印射到1的通常代表Yes 而印射到0代表No 那像是比如說丟銅板 那正面我如果用1 那面用0 OK 這是一個國努力試驗 丟一個銅板 那如果連續丟兩個銅板 兩次國努力試驗 OK 那生男或生女 OK 那就是假設生男生是1 生女生是0 那這樣也是個國努力試驗 你也可以反過來 生女生是1 生男生是0 這也是個國努力試驗 那譬如說有一些東西 它看起來不像國努力試驗 就是說一個地區 它某天的最高溫 是不是超過30度 那這件事情要嘛是4 要嘛是否 那4就是1 否就是0 那另外像紫骰子 它明明有6個點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用國努力試驗來描述 我不要說1點、2點、3點 我就可以分啦 就是說 是不是超過2點 變成yes no的問題 就可以用國努力試驗來描述 我說是不是偶數 那也是可以用國努力試驗來描述 那所以國努力試驗的概念非常簡單 那以下我們看到幾個範例 第一個 丟一個公正的銅板 那公正的銅板 我們將正面映射成1 反面映射成0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用p 等於1 是0.5 對 因為正面是0.5 p等於0 也是0.5 因為反面也是0.5 OK 那同樣的我們如果用機率來描述 生男生女這件事情 那我把生男映射到1 生女映射到0 那生男生女的 假設生男生的機會是0.53 生女生的機會是0.476 這個好像在出生率上面 確實有這個現象 就是 全世界好像大部分的國家 都是生男生的機會比較高 高一點點 一點點 那生女生的機會比較低 第一的是點點 這是不對稱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就是這樣 統計上就有這個現象 那如果生男的機率是0.53 生女的機率是0.47 那我們就可以用p 因為生男就是0.53 p 就是生女 就是0.47 好 那二項分布 就是 有了柏努力試驗之後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描述 什麼叫二項分布 二項分布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做N次的柏努力試驗 那 我把這N次的試驗呢 用t1、t2一直到tn來表示 而且這N次的試驗之間是獨立的 獨立的 我們上次在第二章已經看過 什麼叫獨立 就是這一個不影響下一個的機率 兩個獨立 比如說我丟這次銅擺 跟丟下次銅擺 不會因為這次丟正面 下次正面的機會就比較高 如果不會這樣的話 那這就是獨立的 那所以我這次丟銅板正面的機會 0.5 二分之一 下次丟銅板正面的機會 還是二分之一 但是這合不合理啊 不一定喔 因為如果我這個銅板丟下去 他屁一角 對不對 那下次他可能就不會二分之一 有可能 但是通常我們會在影響不大的情況之下 我們把它思為獨立 那另外像生男生女 各位覺得他算是個獨立嗎 獨立事件嗎 以我而言我都覺得應該不是 就是生男生女 就說某個媽媽好了 他第一胎生男生 會不會影響他第二胎生男生的機率 會不會 對 像我媽媽他們家就很神啊 我媽媽他們家 因為那時候重男群女嘛 他就 我阿嬤就一直要生男生 結果生了連續七個都是女生啊 對啊 所以他們就 老大排到老七 通通都是女生 沒有男生 對啊 OK 那 那 所以會不會跟體質有關 我們不知道啦 所以如果有跟體質啊 天氣啊 什麼有關啊 或家庭家裡住的環境啊 那 那我就不知道 那就不是獨立的啦 那 可是 我也想去 可是 就是 假設喔 假設如果他是獨立的 那我們就可以用二相分布來算 如果他不是獨立的 那你就不要用二相分布 你就要用比較複雜的模型去算 對 二相分布只能限於在獨立事件用 對 一連串的獨立事件 這才能用二相分布啊 我們以下講的所有的分布喔 通通都只能夠套用在獨立事件上面 那不是獨立事件幾乎你都沒有辦法這樣套用 所以這些分布都是經典的分布 那那種不獨立的 就case by case 每一個都不一樣 所以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些經典的分布 都是獨立的部分喔 好 OK 那我們 看一下就是 什麼叫做二相分布 他就是 進行N次的勃努力試驗喔 那 喔 第 第I次呢 如果是譬如說正面啊 或者是被隨機變速印射到1 那他的機率是p 那如果印射到0的話呢 他的機率是1-p 那這N次如果互相不影響 也就是互相獨立 那T1到TN代表這個實驗的一個可能出向 T1到TN是什麼 正正反正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代表一個可能的出向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可能的出向透過某個隨機變速 印射到 印射到什麼 印射到說 那 正面的次數 成功的次數 假如 印射到K次1 也就是說 K次出現1 那另外N-K次是出現0的 那 印射到K次1的機會 它會是多少呢 就是p of s等於k 這個s是個隨機變速 它的值等於k 的機會呢 是C of n-k 乘以p的k次方 乘以1-p的n-k次方 那 有沒有人對這一個分部會有疑問 你覺得這樣不合理 為什麼是這樣算呢 我們上禮拜的那個白血球問題其實有談到了對不對 但是最後有幾位同學有留下來 我稍微有講解一下 但是呢 應該大部分的同學還是沒有聽到 我們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p 就譬如說你丟銅板好了 那正面反面各2分之1嘛 那這個p就2分之1對不對 那1-p當然就還是2分之1 那這為什麼cn-k呢 各位知道 丟銅板 譬如說 全部版面的可能性 有幾種 全部版面的可能性只有一種 全部正面的可能性也只有一種 但是一次正面的可能性有多少種 假設我丟5個銅板 總共有一次正面 的排列組合有幾種 一次正面喔 有幾種 丟5個 排列組合 對排列組合 有5種對不對 第一次是正面其他都是版面 第二次是正面其他都是版面 第5次是正面其他都是版面 所以是不是有5種 對吧 那兩次正面的排列組合有幾種 C5取2 C5取2 對 那這個CN取K就是那個C5取2 丟5次兩次正面 C5取2 CN取K 丟N次 K次正面 反面 那就是CN取K 是從這樣來 那P呢就是那個正面嘛 的K次嘛 正面K次 那反面呢 就N取K次 所以要正反都要成 對 就是把正反的排列組合算出來 次數的加總 次數的幾率全部加總起來 OK 那你就會看到 OK看起來好像很合理 這個算是 有沒有人對這個算是有疑問 那既然它是個機率分布 就會有一個特性對不對 P of S等於0 加P of S等於1 一直加到P of S等於N 的機率是多少 1嘛 因為它是個機率分布 所以當然是1 那你意思就是你在前面加個Sigma K等於0到N 加個Sigma K等於0到N 它會是1 OK 那這合不合理呢 各位還記不記得 二項 二項是 就是A加B的N次方 的那個公式 如果今天A4 A和B加起來是1 那A加B的N次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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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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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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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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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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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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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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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假如不对称 假如这个B不是0.5 那就再次的用这个生男生女当办例 假如生男的几率是0.53 生女的几率是0.47 那么每位母亲 就是而且假设生男生女的世界是独立的 跟母亲也没有关系 就是每个人生的机会都是一样 每个人生男生女的机会都是一样 那如果有一个母亲A 她想生三个小孩 那请问她至少生一个男生的机会是多少 你要怎么算 如果我把生男映射到1 生女映射到0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P of s大于等于1 就是至少生一个男生 对吧 至少生一个男生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以这个例子因为生三个小孩 所以最多也就只有三个男生 OK 那至少生一个男生 这里我写错了 因为这样子就大于 大于等于1 应该是P of s等于1.23 对 1.23 这里要多加一个P 那P of s等于1.23 那就是K给1.23 那P3给K 这个 那这个有时候 如果P值不是0.5的话 你还真的不好算 怎么办 那不好算怎么办 就用R来帮忙 OK 用R来帮忙 R有内建的二项分布 叫Binom binomial binomial二项分布 前面加P就是它的机率密度函数 那第一个参数呢 是那个 那个K 第二个参数是N N就是总数嘛 K就是到底 到底成功几次 那 如果是成功 就生一个 生一个 就成功一次 那生两个成功两次 生三个成功三次 全部加起来呢 其实是0.896177 好 那 R其实它的语法很弹性 所以它所有的这个 第一个参数其实几乎都是 一个 向量 或一个阵列 那所以我可以直接用 CE23 把它转出来 转出来之后它会是个阵列 它会是个阵列 我把这个阵列呢 的几率加重起来 一样 还是可以得到 0.896177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用R 就试算一下好了 这样各位 会比较 了解 它的用法 好 那 我们呢 用R来试算一下 我用C S等于C好 1 2 3 好 那我S就是1 2 3 那我用 P等于D BINON BINON S 3 就是 就是 N是3 就是总共有 三个三次的 波努力试验 那 那 分别呢 计算一次两次三次的几率 这个成功一次两次三次的几率 好 那P是多少呢 P是0.53 就是那种 成功的几率 成功的几率 那这时候呢 你把P引出来 你就会看到 成功一次的几率是0.35 成功两次的几率是0.39 成功三次的几率是0.14 OK 这样就算出来 那我现在呢 就把S还用上P 就把这三个加起来 那这就是至少生一个男生的几率 你可以把九个一几钱 好 那这样 各位 了解这样的操作方式 我把它贴上去社团号 我贴上社团 然后如果你需要操作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 操作 用这个模式操作一下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 OK 这是刚刚我们试算的 男生至少一个的几率 那当然你也可以算 譬如说 生女生至少一个的几率 也可以 那生女生至少一个就是 把0.12加起来 0.12因为 女生是 被映射到0 男生被映射到1 那0.12的话 就是至少一个女生 好 那 这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的这个 二项分布 我们用 刚刚用 R去试算 比如说生男生女的几率 那二项分布到底长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有用一个 PAR 好 M FRAW等于 MFRAW等于 C22 这代表说 我接下来要画图 要画 2乘2的格子 什么叫2乘2的格子 就这样 1 2 3 4 就是RAW是两列 CALER是两行 就是2乘2的格子 那 我呢 让S等于-1到6 然后我取 取呢 DBI NOM 然后5 就是N等于5 5个 5个博努力试验 然后正面的 就是 成功的几率是0.5 然后呢 把这些 这些 S等-1到6的几率 全部算出来 那接下来呢 我用BLOCK D5 Type等-H 就把这个 刚刚的这个几率呢 画出来 画出来 然后Type等-H 代表是使用长条 就是 线的方式去画 一条线的方式去画 East 那所以 这一个指令下下去 你会看到 它会画出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不一到六 我觉得这里 这里好像没有画对 不一到六 怎么画到 不一到八 零到八 OK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对不起 我们直接操作一遍 那零到 这两个对不起 或许我图放错 来 来 我们直接操作一遍 其实 不用这个没关系 不用这个只是不会 可以全部 画在 同一个画面 那我就试一下 S是-1到6 那B5呢 是 Pinomial 然后 就是二项分布 然后呢 从-1到6 等时 那你可以 可以打一下B5 看看 S S S 是-1到6 -1 0123456 B5是 -1当然是 不可能是不一啊 所以几率是02 那 如果是 0次成功 几次成功几率是0.0312 一次成功是0.15625 两次成功是0.312 那三次也是0.3125 四次呢 0.15625 五次呢 是0.03125 那六次当然是不可能 因为是实验的五次 可能六次 那为什么前后要加上这个不可能呢 因为这样画出来你才知道它是0 好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用 Plat P5 P5 那你就可以看到 OK 它出来的 状况是这样 真的耶 那就是会画出 画出1到8 所以它的1到8其实就是-1到6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有个参数 我觉得应该有个参数 来看一下 应该有个参数可以让我指定范围 好指定范围来看一下参数 那也可以 指定了 按为 这个就让我现在 现在看不到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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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后来 那先副长 OK 可以画出来 本次范围的台队 待会儿下课 的时候稍微看一下 有办法更证 范围的台队 在证实 不是 就是影響不是那個關鍵 所以我們一定要就是block畫出來 剛剛那個畫面應該還在 這裡 畫成這樣 其實這個是-1 這是0 1 2 3 4 6 -1 0 1 2 3 4 5 6 這個標示是標1 base 是標我的所以值 各位可以試試看 二項分布 去操作一下 照這個方式操作一下 前面這個可以給我打 你每次打的話 它都會畫出來 這個代表P是0.5 這個代表P是0.3 P是0.7 P是0.1 那各種的相分布 畫出來都會不一樣 像0.5就很對稱 0.3就不會對稱 0.1的話就會很便宜 可以試試看 好 OK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did they have etc 對 三消息 我會做 szczegól的 你的靈性